好,OK,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你 好,謝謝 謝謝剛剛幫你的分享 然後給第一次了解這個議題的朋友 那OGP是一個叫做開放政府夥伴關係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的一個國際組織 然後在過去,它是由 它是由英國、美國、巴西、印尼有一些國家 然後等八個國家在2011年的時候創立的 它主要就是在討論關於開放政府 那怎麼樣去實踐或者怎麼樣去監督政府 或者政府本身要怎麼去做公開透明反販服 然後去克責,然後促進公民的參與這樣子 那OGP這個組織呢 因為它畢竟還是一個國立警察 它會follow一些聯合國的規定 那所以台灣就有一點被就是被排除在外 但是在過去幾年就是不管是GTV 在開放政府上面的一些成果 或者是GOV本身 它在開放政府上面也有開始跟民間協力啊 這些成果 那其實在國外都蠻受到矚目的 所以在過去的兩三年 那台灣社群就是GTV社群朋友有非常多人去參與 就是OGP的一些活動 去受邀去參與 那其實或許這是一個我們可以參與的一個 就是國際組織也說不定 那所以說去年六月的時候 那就是政府就這邊就有開始說 那我們要開始推動加入OGP這個組織 那今天今年的一月左右 那他們又國發會發了一個新聞稿 就是說 等一下 等一下 對就是說 國發會會開始 會開始延你OGP的國家行動方案 除非國家行動方案 就是如果你要加入OGP的話 那國家必須提出就是我們今天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去促進去達成我們的開放政府 那就是對於你的這些 未來可能兩年的開放政府的一個事務 做出一個承諾 那 因為它是一個開放政府的一個相關的東西 那所以它當然會希望說在你整個過程中 也是一個開放透明特責的一個過程 所以 就是所以它會希望 開放OGP它的規範就是會希望說 是由公民一起來參與 那是有多方的厲害關係人一起來參與 這個不管是整個 整個行動方案 國家行動方案的就是一個行程 或者是整個國家行動方案的一個執行 那 所以 現在 之前在2月 就是大概2月21號的時候 國發會就提出了這一個開放國家行動方案 希望大家能夠去寫 就是 行動方案的內容 那 就是社群這邊 因為 因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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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1號提出嘛 然後3月6號就結職了 所以 就是V台灣這邊 就有 就是邀請了 就是一些跟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 然後還有就是公開的 希望大家能夠來討論 那所以我們就有提出一個就是社群的 社群的一個建議 在join的下面 那現在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說 因為就整個OGP它在 就是OGP這個國際組織它在規範就是整個 整個就是所有成員國的一些活動的時候它就是有個規定 就是說 其實它必須推置一個就是Nutile Stakeholder Forum 然後就是叫MSF 投放利益還有關係的論壇 然後它其實是不只是 因為它不只是針對就是我們國家行動方案的內容 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意見的徵集 或者是說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參與 而是 而是這個MSF應該參與的是整個程序的制定 然後 以及就是 它是跟政府一起去 去共同的去制定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去做整個流程跟整個程序 但是 目前看到的就是 國發會這邊的 就是 它的 它的目前對於未來的規範已經就是 它沒有推出一個 一個 多元利害關係的論壇作業規則 那基本上它就 它這邊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就是有規範就是這個多元利害關係的論壇 到底應該怎麼樣去進行 它之後會產出就是我們所謂的行動方案 可是在這個邀請的人的裡面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蠻封閉的 就雖然 這些 這些人會去邀請 但是 但是 就很像以前就是 政府機關 它去做專家會議的時候 的一個 成員的一個主機 這個心態 那可能就會跟 OGP本身的規範以及 就是社群的期待 就是有一點落差的這樣子 那今天就是在做這個短展 其實有很多部分就是 講的可能沒有辦法很清楚 那歡迎大家去看一下 共筆這邊 就是淑貞她整理了就是整個 整個脈絡跟從頭 從一開始就是 很多社群朋友啊 從2005年的時候開始去參與 就是整個OGP的年會 然後到現在就是目前國發會 就是它的一些規劃以及 就是社群的一些回應跟反應 那是希望說大家能夠更加的關注 就是目前我們這個行動方案的內容 就是因為再來的話 目前國發會它的意見證集已經結束了 就是在短短兩個禮拜之內就結束了 那所以下面有很多的就是 目前會是郊遊 就是每個部會他可能會提出一些行動方案 那國發會現在的意思是說 是郊遊每個部會 他是決定要邀請哪些厲害關係的 然後他要怎麼樣去確定下來 他今年的行動方案的承諾事項會是什麼 那所以我是覺得後續的一些進展的話 可以由就是社群這邊 對於各個議題可能比較有關注的朋友 就是持續的去參與了 然後或者是去寫作 那目前的話 社群是有提出一個對於我們整個程序的一個建議 就是說希望政府這邊能夠就是在他們開這些 就是厲害關係的會議的時候可以去遵守 有OGP的精神 而就是說韓融更多 就是韓融更多 就是韓融更多的厲害關神進去 那甚至程序的部分也能夠去符合這個部分 那可是目前因為國發會還沒有給一些回應 所以也不太確定之後會是什麼樣子 那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到 就是 Slack 的 channel 就是 OGP OGP 的 channel來 就是持續的 follow 跟關心這個議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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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